树民最大 百姓是头家 欢迎收看树民大头家 来看到啊 这个过去 不是民进行也要推国会改革吗 但现在格奎竟然说 这是错误的历史 而现在调查发现 有五成的民意 都是支持国会改革的调查权 那略于反对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难道真的是怕被查吗 另外啊 这个美国现在又宣布 要军售116亿的无人机 而绿营是一秒到限 但是我们看到大陆 已经打造了无人机的航母了 网友就感叹说 我们现在还要来跟人家拼弹簧刀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地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洪孟凯 大家好 立法委员王玉敏 大家好 以及自身媒体人董志森 大家好 国会改革的复议案 在后天就要在立法院来 再度来展开这个表局 那么今天呢 这个卓榮泰格魁在立法院报告时候 就被拦赢的立委质疑了 奇怪了 过去啊 柯建民不是也要求马英九 应该要到立法院来 急问急答吗 在2012年的4月份的时候 在当时候的这个柯建民啊 他说马英九要展现民主诚意 接受立委的急问急答呀 好啦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赖清德总统 现在说啊 其实啊 我们要提复义 也不需要对抗 而是要寻求另外一个机会 希望在48个小时之内 大家能够坐下来讨论啊 好啦 但是过去如果说 绿营都是支持了 这样子的一个国会改革的话 为什么现在要反对这个 包括像是国情报告都不愿意了吗 好 我们看到呢 卓榮泰监怎么说呢 他说啊 当时就是不适当 所以才没有通过啊 难道要回到错误的历史吗 回到历史 回到错误吗 但是过去绿营的大咖 他全部都是挺国会改革 那你怎么自圆其说呢 所以吴思瑶也是一个狠人啊 他直接打脸过去的民进党啦 他说民进党在国会改革 确实是无法拿满分 因为民进党呢 当年的提案呢 确实就是有违宪之余 也欠缺社会共识 不惜啊 直接打过去的自己两巴掌 来成全现在了吗 好啦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看到今天呢 这个洪孟凯委员呢 也去这个咨询这个 葛葵的时候呢 他就问了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总共修了几条啊 结果葛葵怎么回应啊 他说我可以一条一条 再念一次啊 我重视的是文字 又不是数字 总共多少条是算数的问题啊 就这样子来回应立法委员呢 好 那么洪孟凯又再问他说 那请问这三场国会改革的 工厅会是谁主持的呢 葛葵怎么回答呢 他说委员应该比我清楚啊 请委员讲啊 那所以显然我们的葛葵 是一问三不知咯 还敢提出复议吗 过去明明就是民进党 长期在力推国会改革 怎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 我们还看到这一次啊 当然要面对复议呢 我们看到青绿的民团 又打算要号召青鸟 重新回到立法院了 再来包围你一次啊 看看外面场外 能不能给场内一些压力吗 结果看到没有 红红的板凳上 看到没有几只青鸟啊 人真的是非常少 工作人比青鸟还要来得更多啊 所以这一次国会改革法案 确实其实是有民意的支持的 我们来看到 国人赞成国会改革的排行榜啊 这个最新的民调数字 是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做出来的结果竟然高达 有六成的人都支持 立法院办听证会 然后呢 藐视国会队的支持呢 也接近六成 百分之五十七点五 人事同意权的行使支持 也过半百分之五十三点九 另外呢 这几项都是差不多近五成左右 包括总统国情报告 立法院的调查权 还有藐视国会的行为 通通都是有民意的支持 而且可以说是基础 非常的稳固啊 好了 前立委林卓水就说了 他很痛心啊 不幸而言证 六项改革的支持度 全部都是高于反对的 所以社会明明就很支持啊 而且这次呢 其实这个改革的法案 有很多都是直接拿 绿营过去自己提的版本出来 结果竟然吴思耀还说说 哎呀没有啦 我们过去呢 确实也是有违宪之余啊 所以表示民进党为了阻挠 国会改革现在已经不惜要 自打嘴巴了吗 如果民进党真的觉得 以前推动国会改革 就是有违宪的话 就是过去错误的历史 那在下乡去宣讲之前 是不是应该针对自己 过去长期的毁宪乱政 那不先跟老百姓道个歉吗 立文怎么看 其实民进党已经陷入一个 非常严重的精神错乱 跟人格分裂 然后呢他不断的选择性的失忆症 不惜公开承认说 我过去就是错的 我过去的主张通通都是违宪的 那如果民进党过去的这些重大的主张 都是违宪的 当然呢 事实上民进党最重要的主张 也就是台独建国主张 本身就是推翻中华民国宪法的 所以民进党的确很多的主张 都是违宪 都是毁宪乱政的 也就是柯建民口中 每一次都拿出来呢 拿一个非常大的帽子 扣在国民党的身上 那其实就是民进党自己嘛 那民进党就要跟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啊 那到底民进党创党以来的 几个重大的民主改革的 这些主张有哪一些 是民进党发现自己错了 那跟大家说清楚啊 而不是换了位子 换了脑袋 着视金飞 那其实我觉得赖清德呢 本来大家都还挺这个看好他的 觉得呢 他过去呢 曾经是在立法院历练出来的 也当过市长 也当过行政院长 他根本不害怕来国会 不管是国情报告 或者是接受国会议员的质询 那事实上 国会议员质询 因为他不是行政院长 他是有一个庞大民意基础的总统 对于总统 他对于个别的每一个立法委员 他的民意基础都大于 每一个个别的立法委员 所以如果立法委员 无理地刁难他 而且你今天 总统拥有整个的国家机器 整个的内阁 作为他的幕僚 掌握所有的内幕的资料 庞大的幕僚群 他随时可以翻出很多的资料 很多的数据来 你怕被在野党的立委问倒吗 还是你有很多见不得人的话 他不能讲呢 或者是说 他又会变成自己自相矛盾 自我打脸呢 否则的话怕什么呢 本来都觉得说赖清德不用怕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有国会议员故意刁难他 如果有国会议员耍小丑的话 反而是贪在全国的人民 看到国会议员的低下 然后呢 垫高了他这个总统的位置 不是吗 有什么好怕的呢 结果没有想到赖清德 如此心虚理亏要躲起来 他根本压根就不想来国会 因为他也瞧不起国会 他也不愿意来接受民意的灵魂拷问 其实我觉得他是心虚的啦 那今天赖清德的做法是什么 如果说他不是要来对抗的 他就不应该提负义 如果他不是要来对抗的 他就应该解散外面的 不三不四 完全不像样的轻鸟 他就是来乱的 他就是用他这个少数民意 要来霸凌多数民意的国会 其实今天整个带头 进行民主内战的 把内部矛盾升高为敌我矛盾的 不断在台湾里头制造仇恨 用仇恨来做政治斗源的 不就是我们这个新上任的总统吗 所以他才会上任一个月 民调就大跌大坦了10% 然后就马上跌到五成以下了 这个他还不值得成为一个警训吗 其实我也知道 以赖清德的这种顽固 以赖清德的这种蛮横 他的民调还会继续往下跌 但苦的是台湾啊 苦的是台湾的人民啊 苦的是我们的国会永无宁日啊 苦的是大家真正有感的这些 福国立民的民生法案 恐怕你可以看到 赖清德跟他的政府 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们就是每天竞赢在政治斗争里头 就是我说的 不断地用少数的民意 要来霸凌多数的民意 所以今天台湾出了最大的乱源 就是我们执政的总统赖清德 好 赖清德他在就职的满月记者会上 被问到行政院提赋议案的这个问题 是否会加深朝野的对立呢 结果他说希望48小时之内 大家能够坐下来谈 这是怎样这个最后通牒吗 好 过去在野党想要跟绿营 讨论国会改革法案 结果民进党是直接提了 40次的散会动议 根本不愿意讨论 那么现在赖清德的口吻 听起来好像是要下一个通牒说 你48小时之内要来跟我谈 好 绿营还要发动群众 说要轻鸟包围立法院来施压吗 这像是一种想要跟人家 好好坐下来谈的样子的态度吗 好 过去民众关注的 这个高端疫苗啦 小吃店快筛啦 超司巴西蛋等等 种种的弊端 现在全部都被绿营列为机密 就算现在国会调查权 是已经吵得沸沸扬扬喔 在这个时间点 政府照样还是可以把这个数位身份证的资料 统统都涂黑 所以如果国会改革法案 不能够及时上路的话 那绿营执政底下 这一箩筐的弊案到底什么时候 或者是有没有机会能够重见天日呢 郁敏委员 我觉得赖清德总统呢 今天这样子下通蝶令说 现实哦 48小时 大家坐下来谈 好像是国会现在最大党是民进党一样 就是还在一党独大 但是赖总统他好像没有看清这个现实 第一个他是少数总统 他根本自己都没有过半 他的民意基础没有那么的稳固 第二个在国会 现在是在野党 那个民众党加上国民党 是实质的国会过半 所以如果他还要继续用 这么高傲的一个态度 然后上对下 然后来指挥在野党 说你们最好跟我 这个48小时起见到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来谈一谈 用这样的口吻 用这样的态度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让 在野党的立委接受的 那第二个我要讲 今天如果国会没有听政权调查权 的确所有的弊案会继续被锁在黑暗的 这个密室里面 永远没有办法让阳光照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 最近的就是这个数位身份证 那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么离谱的呢 这个立法院调阅小组要调阅资料 结果呢送来立法院的资料 整本给他打开 通通都是涂黑的资料 这个叫做黑书啊 送来一本黑书 那这么黑的黑书 要怎么样我们才有办法解密 当然就是让立法院有实质的 这个清政权 可以召开清政会 而且有实质的调查权 而且要求官员来到立法院 不可以说谎 才有可能打开黑箱 我跟各位讲 过去郑立军 他现在是行政院副院长 他在担任立委的时候 他讲什么呢 他在这个 他说要让国会有完整的职权 他就说 国会要有听政权 也要有调查权 否则像没有牙齿的老虎 是没有办法深入去追查弊案的 这是郑立军讲的 那他现在是副院长 我就要问这个郑立军副院长 你过去这样的主张 在野党帮你实现了 你还要 这个你的行政院长 还要提布议 你认同吗 还有现在在担任 监委的田秋景 过去我跟他同事 他最常讲一句 他说我们当立法委员 像在狗废火车 他说没有这个听政权 没有召开听政会 召开这些公听会 通通都是没有用的 时间一到 火车就开走了 他说当立法委员 只是离火车比较近 就是可以叫得比较大声 但是火车还是开走了 这个是现在的监察委员他讲的 所以无论是郑立军 无论是田秋景 还有林佳龙 他们过去通通主张 国会应该要有这个调查权 而且应该可以召开听政会 他们通通都认同听政会 比公听会来的更有实质的 这个调查的效果 结果今天在野党 我们把国会改革推动成功了 然后民进党就大反扑 然后他就说这个叫做国会扩权 真正的改革我们往前走 结果他扣了一个大帽子 叫做扩权 我真的要问民进党 扩权在哪里 难道我们不用举办听政会吗 难道立法院他要继续召开公听会吗 你们过去在野的时候也都知道 公听会召开十场都没有用 因为他没有办法做成实质 约束任何行政官员的 这样子的一个约束力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看到 从赖青的总统他的发言里面 他根本就是以党领政 他其实道道地义就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我觉得他欠缺一个总统的高度 所以他讲起话来才会这样子 就是没有把在野党放在眼里 但是我只能说作为一个总统 如果你不把在野党放在眼里 你如果没有办法谦卑谦虚的 倾听民意跟大家沟通 你继续一意孤行 这个你真的 我只能说你这样一意孤行 最后会去撞墙 因为你这样的一意孤行 忽略民意 最后你会让你自己 就是施政的手脚伸展不开来 现在国会我再讲一遍 现在国会的最大党是国民党 加民众党实质过半 如果作为一个总统 要跟国会对抗的话 我真的要问赖总统 你哪来的底气 如果你四次都这样子对抗 你已经看到了 你执政一个月 你一事无成啊 请问这三十天 赖总统上任以来到现在 行政院有什么重大的施政 赖总统有什么重大的表现 通通都没有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认为再过一百天 等到一百天 我们再回来检视 如果一样是这样子 要跟在野党就是对抗的话 我跟你保证 一百天之后 跟现在的三十天 他们的执政成绩是一模一样的 一样是一事无成 对 每次都要用这个 时空背景不同之术 然后打脸过去的自己 着飞金事 真的能够达到 现在想要达到的目的吗 先前林药上下乡宣讲的时候 他就大喇喇地说 一旦国会改革案通过的话 那就恐怖了 以后任何人都会被 叫到立法院来问话 而且立委不高兴 就可以靠着表决 直接判老百姓有罪 那么哀轰说 你这说法有问题是造谣吧 今天卓龙泰隔魁 在立法院被询时 他表示 这个国会调查权是侵害了 人民的基本权力 会造成民众的恐惧 但蓝英的委员就直接拿出数据 给各位看 因为民进党执政八年的期间 政府动辄指控民众在造谣 因此被用设为法 移送的民众的人数 多达680件 但其中有高达530件 最后是法院裁定根本不罚 那请问这500多个 莫名其妙被民进党政府 移送去调查的民众 难道他们的心里 不会感觉恐惧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孟海委员 到底是谁才是老百姓 心中最深层恐惧的总和呢 我觉得现在要求 民进党的官员 或民进党政府 讲真话讲实话 好像是一种奢求 说实在话 行政官员 为什么会有国会改革 像相关的法案 就是希望行政官员 来到立法院 你要说实话说真话 不能造假 不能说谎 因为人民有知的权利 那一样的道理 民进党政府 或者是说民进党 他相关的这些人员 他们要下乡 要去讲国会改革 那是你的自由 你们的自由 但是重点是 你可以不要去带风筝 你可以不要造谣吧 至少你在街头上面 你要讲你的立场 你的主张 你的政策 你就是讲你们想讲的 但你不要造谣 你不要抹黑 国会改革哪一条 你拜托 拿出这些法条来跟我们看 哪一条是说 如果说 这个任何人会来 叫到立法院问话 然后如果说立委不高兴 可以靠表决来给你这个判刑 错了 其实我们里面一直强调的是说 这个是跟政府相关的一些案件 才有 如果说你认为这个民众 有需要配合的话 我们可以邀请民众 来去做一个这个说明 而且说明的时候 如果以现在的检调系统 他是要检察官办案 检察官办案 如果说把这个人叫来 这个检查地检相关体系的话 他是证人 证人是没有办法请律师的 可是在立法院 如果说我们认为说 这个人是可以来协助 来了解厘清的话 我们还可以请求 这个人还可以请求来请律师 所以说这完全两者是不相同的 那更何况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状况 这些公务员 他有讲 说谎 造假 不实的话 我们立法院做了决议之后 以现在的国会改革 是在送给 送给 比如说检调 送给相关监察院 来做纠举 弹劾等相关的这些处罚 所以并不是立法院一院独大 一院独大的是谁 是过去的民进党政府 因为行政权无限的扩张 而立法院变立法局 我在强调跟重申 其实今天早上我在咨询 就是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对打 跟卓龙泰十分钟 因为十分钟真的不长 但是我准备了很多资料 我想要来了解一下说 他到底复议案 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 为什么你要提出复议案 你的理由充不充分 其中他开中民意就先讲 就说这一次为什么要提复议案 是因为立法院贵院 在这一次审议的时候 没有尊重少数 没有了解少数的声音 也因此多数要尊重少数 不然的话 这个法案不能通过 意思大约是这样子 我就请教卓龙泰 我说现在少数是谁 他说少数是民众党团 跟民进党团 好 那相对国民党团是多数 那我请教他说 这一次的这个法条里面 总共通过几条 你知不知道 他突然间慌了 他不知道 好 我也不怪他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 行政院长你不了解说44条 那也没关系 可是我只请教 44条里面有多少条 是民进党党团的版本 他也不知道 我说其实有12条 是民进党党团的版本 换言之这一次通过法案里面 有差不多三分之一 是民进党的版本 那这样还不叫尊重少数吗 我们多尊重少数民进党团的版本 我们也把它采纳 认为好的地方 我们把它采纳进来 变成完整这幅版本 那我再请教 这一次里面有多少条 是国民党团的版本 我跟你讲 只有一条 真正44条里面 只有一条 是只有国民党有提案 民进党民众党没有提案 那到最后通过是国民党的版本 换言之 有高达43条 要嘛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共同提案 要嘛就是我们三个党团 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 都共同提案的版本 所以这哪里不尊重少数 这是太尊重少数 而且这个是共事决 我甚至有一条 到最后是三党团 全部都一致通过 是109人出席 到最后投票出来 是104票通过 高达9成的立法委员 等于是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委员 全部都支持那一条版本 让他能够顺利的通过 所以换言之 行政院一开始开中民意 就是讲说谎 因为他根本不是拿事实的理由 来去做复议的一个否决 更重要的是像人事行政权 我们也问 现在哪一个人是 人事审查权是有限期的 没有嘛 那既然说没有限期的话 你怎么会觉得说 我们这次多加了是 希望能够审查至少一个月 就是希望不要仓促的 送出立法院 这样子叫做自爱难行 根本莫名其妙 到最后卓龙泰讲不过我 只回了一句 那你们就不要修嘛 你们不要修就没事了嘛 我现在想说你怎么会 行政院叫立法院说 立法院你不能修法 你修法之后我就要把你退回 所以当风马牛不相干 就是你已经是先射箭在画吧 你根本没有无视说 这个国会改革版本是什么 你只想要否决 你只想要复议 因为你就是觉得说立法权不能去跟你平起平坐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或者说你就认为是现在在野的国民党 现在在野的民众党 就是不配跟你立法院 不配跟你民进党政筑平起平坐 所以你才有这种傲慢的心态 那最后我强调 我觉得现在卓龙泰院长 有一点点虽然才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已经被民进党团给绑架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的一个新闻 或说之前他们的讲法是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在野党就倒戈嘛 在野党倒戈 我们后续就可以解散国会 好像就想要遍地烽火遍地开花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执政党的立法委员 就民进党立法委员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行政院长 他不是要保护 他是呛你在野党说赶快来倒戈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卓龙泰就是一个免洗的行政院长 对于民进党委员的心目当中 你随时可以倒戈啊 你们倒戈之后卓龙泰离开了 有千千万万个卓龙泰可以补上来 但是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冰斗 就可以解散国会来全面改选 这就是民进党的阳谋 所以我们不止不会上当 我们还要要求跟告诉民进党政府 以及告诉行政院长卓龙泰 你有没有看到 你已经被民进党的委员给彻底矮化了 如果说还不自知 如果说还想着选举 如果说还想着政治 而不是想着服国立民 包括民生经济能源 打炸等相关议题的话 我们对于现在的卓龙泰内阁团队 真的感到失望 所以现在民进党就想尽办法到处去宣传说 国会改革就叫做蓝白策划的毁台计划 但我们看看这个国会改革无法离 包括像是国会的调查权 听政权 还有藐视国会罪 这三个案子最主要是做什么呢 不就是要求官员不能够说谎 然后不能够隐秘证据资料吗 终极的目的其实是想要查弊案 那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不管是国会的听政会 调查权 或者是藐视国会罪等等 赞成的民众的人数都远远多于反对的声量 对于大佬林卓水就感叹说 真的是不幸严重 百姓对于国会改革的高支持度 真的是就是远远超过了反对的人 那我们就问了全世界到底有哪一个国家 可以允许官员 可以伪造文书 可以说谎 可以做伪证 然后还可以免罪的吗 明明有五成的民意都支持国会改革 结果民进党现在好像是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是不惜说谎来阻挡吗 这难道真的是因为最终他们心里最害怕的 他们的恐惧就是怕会被查弊案吗 董哥怎么看 没有错 民进党因为过去有太多弊案 那他当然不能被调查不能开工厅会 听证会嘛 所以他现在处处在隐蔽 那很多东西他不敢拿出来嘛 所以你看到了所有东西都是黑箱 即使给你看了 通通涂黑也不足为奇嘛 其实大家看赖清德从520上任以来 他就开始在先战 这个战就是他在打险战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样 我就在打险战了 我只有40%的选票 我再怎么打我也不会输啊 我打柯文哲抢一些年轻选票怎么样 对不对 柯文哲有26%选票 我把他打一打 然后再把它跟国民党 跟中国大陆绑在一块 我哪会10%不会太懒吧 他现在在想这个 所以很多人看不清楚 这个高度自卑感的赖总统 他现在已经回复变成赖主席了 所有东西他都要战 跟中国大陆要战 跟在野党要战 那自己讲鬼话扯鬼话也要 把他延过去 赖清德过去怎么讲 总统应该到国会去 国情报告 他都不再要来还要来备刑 这赖清德的讲法你知道吗 你在网路上你去找 这都有影片的 看这种人 为什么赖清德会这样 高度自卑感嘛 票少 对不对 从过去就是这样 票只有事实 立法院也不够办 对不对 建庄也考不上台大的医科 就那种心理就一直纠结 觉得别人都看不起他 所以是对抗 防卫性很强 李前教我看不起 李前教 是那个 他一定是买票 所以我不进台南市议会 他不进台南市议会 将近300天下场是什么 他被监察院谈和 监察院把他送司法院的工程会 工程会把他寄生界 前中华民国有一个这么丢脸的总统吗 对不对 你在当地方官的时候就被 弹劾又被申界 所以你今天看到 他们现在就是故意到处在说谎 民进党现在为什么敢这样 昨天再去拜访立法院 立法院跟他讲说你提护议不会过啊 因为现在的护议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护议 第一回合林立法院通过是二分之一嘛 行政院提护议要三分之二 才可以把它火结掉嘛 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二分之一可以火结二分之一啊 所以你来了 他的基本结构成员还是一样 你一定会被打回去 结果左中太人家跟他讲说一定会 你一定会输 他说可不一定 我听了就很奇怪啊 让我们知道 其实你进入民进党这个框架 这个毒苦里面 你就会被拦黑啦 左中太过去也没那么强硬 他刚当行政院长 也认为说自己应该大有可为 他甚至欠青鸟不要到立法院来 那时候他的调子是这样 后来呢 他显然被赖静德打脸了 青鸟是我鼓励来的 你凭什么叫他不要来 所以他就开始改口了 为了当这个官 跟郭志威一样 郭志威一样 核二核三应该可以延长啊 只要立法院同意 修个法就可以啊 结果被打脸现在乖乖的 我也是反对核定 你看 是不是彭金龙一样 被人家羞辱 我觉得很多人认为说 可以在民进党政府里面做事 现在精气就知道了 你精气你不陪他搞台独 搞反核 你根本没办法过活 你知道吗 那左中太显然不晓得赖青鸟 现在是要在他要作战 为什么现在作战他没有 他不会赔嘛 我今天看到一个媒体的标题 总统要挑起战争 那请问你的儿孙在哪里 大家知道他儿孙在美国啊 你要挑起战争 你要不要叫你儿孙回来 跟大家一起共赴 国难 对不对 一起来打这个战争 不要啊 我们没看到 所以你每天在喊给别人的小孩子 你的孙子要不要叫回来 这是最简单问题嘛 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现在用 他现在所要 季节的都是他过去强调 全力要推动的 他现在要全力推动 都是他过去所全力季节的 你就可以看到 你要加入民进党 你就要跟他一起歪七扭八 每天收谎 赖清德的谎还不够多吗 眼前的 嫌几前他讲什么 赖皮疗 他要信偷 现在半年过去的有信偷吗 现在你都当总统了 有没有信偷 都一直是民进党在执政 信偷有何难 根本没有做不到 所以你就听他信口开合 那他现在又提出说 我有三个委员会 他其实要架空了 这一些相关的人士 委员会不用向立法院负责 对不对 他是林边单位 总统当召集人 那健康要找谁来负责 陈时中 对不对 架空彭启明 彭启明你有理想 那我要用你的光环 可以讲 你是个气象达人 我用你的光环 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现在 跟蔡英文 过去弄很多办公室 有何不同 以会养会嘛 每天都在骗 赖金德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收谎 诚信的总统 那他现在得意洋洋 好像说我可以怎么样 可是看看民调 我们现在所谓的国会 什么扣钱 无法案 哪是扣钱 现在国会要做哪一项 美国没有 你不是在崇拜美国吗 美国没有听证会吗 美国没有人事钱吗 在美国国会收谎 没有刑责吗 当然有刑责啊 你可以看林刘昌 过去也不是这种人 在民党里面当高官 就变成扭曲了 是不是 我们跟他也认识也熟啊 他以前不是这种人 着弄在我认识 三十五六年了 也没看到他现在 变成人格这么扭曲 刘昌说 在国会讲话就抓去 就会被怎么样 不是啊 你在国会真的收谎 真的怎么样 国会会怎么样 要表结通过 把你送到行政院 法务部的地检署 然后检察官结了你 你还哪个就把他起诉 起诉以后 把你送到司法院的 地方法院去审判 这三权啊 这只有这样而已 台湾任何一个官司 不是这样吗 我今天早上还收到传票 我告诉各位朋友 每个官司都是这样啊 有人告你 检察官 对不对 行政院的检察官 然后司法院那边在审判 哪个官司不是这样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这些人 在那讲鬼话鬼扯 那就是他希望制造一个战争的气氛 有战争的气氛的话 对他来讲 反正他也不输 为什么 因为下次的选举 是两年半以后 怕什么 反正我有的是 行政资源 而且台湾的媒体 百分之九十都是我在掌控 清了 来了两三千人 我可以讲三万 来两三万人 我可以讲十几万 就是我们的媒体就操控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赖金德 他在打一场 反正 反正我也不会输掉什么 让我把这个 把它弄乱的话 混水好摸鱼嘛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赖金德就任总统已经满月 他今天特别召开了 他就职满月的记者会 在会上他有了重大的宣誓 他要针对包括了全民防卫 气候变气 还有健康台湾这三大议题 要组织一个任务型的三大委员会 由赖金德亲自领军来担任召集人 那么包括了有这个气候变迁 健康台湾 全民防卫这三大方向 成立任务编组的委员会 以后每一季都要开会一次 那我们就来看这三大委员会 也分别设了三个副召集人 都是哪些人呢 好 这个气候变迁的对策委员会 的任务是什么呢 是要来推动能源转型 还有落实2050的近零转型 现在不谈这个非和家园是2025了 但是要谈2050的近零转型 很妙的是里面有一个副召集人 叫做童子贤 原本不是说要找他来当格魁 就被他拒绝了吗 很多人都说他是 这个所谓的现在叫做挺和派啊 那怎么会找一个童子贤 来这个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 是不是怪怪的呢 不过另外呢 也包括了有这个副格魁 郑立军 还有呢中研院长廖俊 这都在这个委员会当中 那真的能够抛弃非和的神主牌吗 好 另外有一个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他的任务呢 就是要强化国防防灾 民主任性 扩大民力训练 强化能源 关键基建的安全等等 好 副召集人 看起来重量级的人物在这里了 吴钊燮 所以看到吴钊燮就知道 其实这应该叫做 打造全民皆兵委员会吗 好 另外这个委员会里面 副召集人还包括了 有副总统萧美琴 还有潘孟安 好 最后一个叫做 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 打造全人健康照护 还要推动百亿新药癌症基金 眼睛亮了 有一种国家队的感觉出现 是不是也有什么 某一种新的产业 要被扶植起来了吗 好 这个副召集人叫做陈时中 还有翁启慧 还有陈志宏 好了 那请问一下 高端跟快筛病 还有解吗 陈时中都当了副召集人 还有人敢来查这个案子吗 所以过去民众 希望能够彻查案件 可是赖清德 却要找陈时中 来管健康台湾委员会 案子查得下去吗 然后先前支持 核电药演艺的郭志辉 被绿营的立委 点名修理之后呢 现在呢 完全已经是呢 整个态度180度大转弯 现在竟然又找了一个 可能现在应该是 永和的童子贤 来操刀这个能源的转型啊 那这不是让大家物理看花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百姓真的有办法可以期待 飞和神主排会转弯吗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达到2050 近零转型 可以期待吗 玉米为怎么看 我觉得赖清德真的 想要把自己的权力 无限的扩大 大家知道 蔡英文担任总统的时候 他其实组了两个委员会 一个是跟原住民有关 一个跟年改有关 但是赖清德呢 他是少数总统 我再强调他是少数总统 他得票没有这个蔡英文多 但是人家上任一个月之后呢 一口气成立三个委员会 而这三个委员会 都是很大的委员会 涉及到国防 涉及到这个整个环境 能源转型 还有涉及到是整个医疗健康 每一个都跟行政院的业务息息相关 那第一个我就要问了 那请问我们还需要行政院院长吗 我们这个总统 看起来赖清德想要当万能的总统 对不对 自己成立三个委员会 把所有人都叫进来 三个月都我来主持 我来开会 那请问我们之前就在嘲笑说 这个卓榮泰大概就是个幕僚长 那现在看起来 我看连幕僚长都不如龙 就是很多实质的权利 都被赖清德一把抓了 本来我们的总统跟行政院长 是有分工的 总统 主管 外交 国防 结果他现在连内政里面 涉及到环保的 涉及到这个 卫福部的涉及到卫生健康医疗 他通通都要管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 请问行政院长还有角色吗 行政院长连个幕僚长恐怕都撑不上 所以难怪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这个大家说今天卓榮泰 心情不太好 会不会是这件事啊 就是说这个心情大受影响 那你到底保护一个行政院长 会不会死上这个权力最小的行政院长 就是卓榮泰了 这个看起来赖清德没有在管他 那第二个我要讲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请问部长们情何以堪 他要有几个老板 今天彭启明说 他是这个内阁里面的亮点之一 环境部部长 结果请问环境部部长你的老板是谁 应该是行政院长吧 你现在看起来不是耶 人家总统府里面还有副召集人 还帮你找了这些专家 那副院长还比院长大 人家郑立军还在这一个环境委员会里面 是副召集人 那我就问了 像彭启明部长 请问你要听谁的 你要听卓榮泰的吗 还是你应该试试去请示人家郑立军 还是要请示赖总统 因为他是实职的召集人 你让这一些部长的权力 因为你架构在那个委员会之后 又被架空了 而且多了好几个老板 请问这个要怎么做事啊 那健康台湾也是一样啊 我们有卫福部部长耶 结果卫福部部长邱太元 我们今天还在那边朝野协商 我看他脸色也没有很好 有可能是他觉得 那陈时中 就是他好不容易当上部长了 结果人家陈时中又是副召集人 前部长 然后还高升 那他的老板 他又要受前部长所控制 他怎么会开心得起来呢 那你要怎么样让他施展拳脚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跌床交 其实都是不对的 你今天才刚上任 你用了这些部长 你应该要给他 信任他 给他最大的空间 然后让他放手一搏 结果不是嘛 你看到这个郭智慧的例子 一开始雄心壮志 他认为核电 也可以是一个选项 讲得很好听 结果去吃一顿饭之后 被柯总召集人 教训 好好教训他 你这个完全在讲什么 然后回来之后就 哇 这个有关核电的部分 不敢讲 什么都不敢讲 那所以你看 好好的这些人才 被民进党网罗进去之后 我觉得这是糟蹋人才 其实我们坦白讲 我们的部长 真的是可以是大部长 你就是可以 给他足够的授权 让他真的在政策上面 发挥他的专业 结果现在民进党不是啊 你这么好的人才进来之后 你也是处处自走 限制他的发展 然后要去控制他 那请问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任何真的有才华的人 有理想有报复的人 还敢为你这个那个 拼命做事吗 你这样子一再去 架空部长的职权 我觉得恐怕有些部长 不晓得可不可以 再撑到一百天 会不会心里想一想 就觉得不如归去了 因为反正在这边 也没有办法施展常才 然后上面功功婆婆又那么多 做事情又很难办 我觉得这个大概 就做不出什么样的成绩 所以这个 洪子贤的角色 我比较纳闷一点 就是说他曾经在外面 讲那么多之后 也是不断地被这个 左翁太打脸 那现在他又到了总统府 所以我有点好奇 这个洪子贤的角色 是不是未来 当左翁太不行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已经讲好了 就是说这个洪子贤 可能在某些部分 沟通好了 有可能这个 这个叫什么 救援投手 有可能这个 深受赖总统信任的洪子贤 会不会是未来的行政院院长 第一轮没有进来 但是左翁太如果阵亡之后 是不是人家被位的 也准备好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赖兴德对他的重视 是很重视 所以难怪今天 左翁太心情不太好 有人在牛棚里热身了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同家 还记得吗 在两个礼拜之前 有将近30家美国军火商 来台湾访问 当时政府说 这些军火商 他们是来产产业合作的 跟军购 没有关系 不过今天美国立刻宣布 要军售台湾两款 攻击型的无人机 价值高达116亿台币 总统府还立刻 特别感谢了 美国展现 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 先前美国印太司令说 要是大陆敢武力犯台的话 那美军可是要用 数千架的无人机 让台海变成地狱火海 赖兴德今天还说 要透过备战来避战 可是我们都知道 大陆其实是全球最大的 无人机出口国 而且大陆不只有三艘的航母 还要打造无人机的航空母舰 所以我们不靠对话交流来避战 反而是要用备战 而且要用人家最强的无人机 去跟人家的无人机航母来打吗 用无人机来拼无人机 大国的战力 真的会有胜算吗 到时候这地狱的火海 到底是出现在台海 还是可能会出现在 台湾的本岛上呢 孟凯文你怎么看 我想增强国防 我们大家都支持 我们也认为是说 我们要一定的国防能力 但重点在于是说 这一次的这样的无人机的军售 到底是不是我们国防不要的 因为我今天早上也才跟我办公室的同仁 也在找说相关资料 过去国防部到底有没有提出说 要购买无人机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一直强调 之前的军购 不能是想是说 美国愿意要卖我们什么 我们就要购买 而是我们应该要针对自己的一个 想法来去做这样的购买 还有无人机 如果说真的购买之后 用在哪边 因为100多亿的一个 116亿的一个预算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用在哪里 还有最重要 当然如同刚刚这边 原因你提到的 就是如果说真的陷入 又是所谓的军备竞赛的话 我们准备100架 中国大陆又准备多少架 或者说其他部分又在持续增加 那这样子不就又陷入了 无穷无尽的一个军备竞赛吗 我们这样子真的是需要来去做 这样子反而可以远离战火 还是更加和平 其实观众朋友大家都非常了解 其实与其说要攻击无人机 我更希望的是 我们现在国防不要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就我们要反制无人机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三不五时也看到 像金门 马祖等相关领导 都上面会有民间的无人机 他就直接入侵 而且拍那些影片 过去两三年前 第一次有看到无人机画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记不记得 我们的官兵还要用石头来砸 有没有 然后那时候后来 国防部跟我们讲是说 有是用枪击 把它给击落下来 那之后我们过了两三年了 当时我们要求国防部说 我们应该有反制能力 我们应该要有这个警戒能力 国防部也跟我们讲是说 有采购相关的武器设备 相关的一些电子屏障的设备 结果过了不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 还是一样的状况 所以如果说国防部 连这种反制无人机 而且那是民用无人机 都没有办法反制的时候 那我们真的讲说 有所谓的攻击型无人机 我们要什么时候用 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加强我们的国防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的重点 其实我一个月左右 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 当时民航局的 无人机的飞行小组 我们居然有这个编组 就有一个专门委员来 我就有特别请教他 我想是说 我们现在技术 难道没有办法有电子屏障 可以来保护我们的一些军事设施 军事设备 军事基地吗 他就不好意思讲 我说怎么可能没有 不然的话你松山机场 你桃园机场你怎么办 因为像这些机场 以及譬如说像伯爱特区 它就是禁止无人机能够飞入 所以无人机如果说 可以飞航的相关部分 是可以禁止无人机飞入的 那我们一些国防设施 为什么没有办法 所以要做与不做 那最后 我其实刚刚提到 这样子整个下来 还是关键点在哪里 关键点在于是赖金德总统 一个人的身上 他的意志以及他的过去的台独思想 是不是又想要火车对众 是不是根本连谈都不想谈 我们刚刚讲到这所谓的一个扩权 他今天要成立三个委员会 全民防卫 气候变迁跟健康台湾三个委员会 我们要问 这难道没有跌床驾屋吗 跌床驾屋惨了 全民健康 这不就是卫福部主席单位吗 全民防卫 这不就是内政部跟国防部的主席单位吗 你说气候变迁这不就是环境部吗 那如果说你不讲说部会的话 有没有办公室 有没有任务编组 也有啊 我马上就请办公室同仁去查一下 到现在行政院下面有办公室 能源及减碳办公室 这不就是气候变迁的吗 行政院下面有国土安全汇报的任务编组 这不就是为了全民防卫吗 以及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 这在行政院下面 这不就是健康台湾的一个委员会吗 所以其实你要说部会有部会 你要说任务编组有任务编组 现在他撇开了部会 撇开了行政院的任务编组 他这又在上面再加了这三大委员会 这不就是又扩权吗 过去我们讲说总统是负责外交国防两岸 但他现在不只是外交国防两岸 是连行政内政的相关体系 他都要把手伸进去 那最后我们必须很诚实务实的来思考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都思考一下 现在一个月前520上任的时候 我们还认为是说两岸有没有可能春暖花开 如果说有互相递橄榄枝 也许可以更加平和 也有坐下来谈的几率 到底是一万台无人机部署在台湾 你觉得台湾会比较安全 还是一万名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在台湾 你觉得台湾会比较安全 或者是一万名世界各国的观光客 大家都来台湾 当台湾觉得是一个跟世界散开双手散开双臂 欢迎所有观光客来到台湾的时候 你认为台湾会安全还是更加和平 最后赖清德总统讲说什么空口白话 不是真和平 今天上午他批评马英九政府 马英九前总统 我们只要做一个民调就好 到底是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你认为两岸比较和平 还是蔡英文政府执政的时候比较和平 还是现在赖清德政府执政比较和平 答案一目了然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慢慢按个赞 最近周刊报导说 有一名第三势力政党政要 遭到太太的家暴 被打到下巴差一点脱臼 周刊就报导说 这名政要太太其实是绿营的长期支持者 她很不满丈夫经常和黄国昌互动 痛批自己的丈夫跟黄国昌一样 机场鸟肚 当然黄国昌他反复的一个政治性格跟野心 确实也有一些人诟病 可是不应该用任何人来作为这种人身攻击 甚至是家暴这样的一个状况 都是没有办法容忍的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确实是不是因为民进党 他们自己碰到不喜欢的法案 就会在这个立法院暴摔在野党的立委 唠人来包围立法院等等 种种是不是都因为这样带起了风气而影响到他们的支持者 变成是有样血样吗 董哥怎么看 因为民进党的着势金威已经到大家匪夷所思了 就是说现在他所全力反对都是他过去都坚持要做的 那他执政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图穷比线 言行毕露 那我们其实在看这个新闻事件里面 大家都会觉得哑然失效 拿黄国昌来比 没有错 黄国昌就反反误误啊 那当然他现在跟国民党合作 当然也有他的目的嘛 大家都很清楚 黄国昌在显心北市的市长 那他放出了这些对国民党的善意 当然可能可以让自己在显心北市做大 但是你要讲到民进党这些做法 又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你知道吗 因为民党的支持者 长期信奉民进党很多主张 结果民进党执政以后这些主张通通不做 民进党每天喊台独台独他就不敢做 要不然赖清德只要喊台湾独立万万岁嘛 你就喊啊 给你那些支持者爽一下也好啊 没有 他所谓的民主他很简单 民党的民主就是只有他显赢才叫做民主 他显输他通通不认 马昌九他八年他通通不认 即使马昌九的得票够办 国会够办他通通不认 他每天找一些人到街头去闹 说马昌九没有名义清楚 不听人民的声音 显输了他个人就跑到街头说他是人民 那这种行径在民党这一次特别明显 立万岩他输了他不认 他总统赢了他就认 总统只有40人 老下辅了 总统能采访 回邦迪 回邦迪